哈囉各位Youtube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Dito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OK 你們應該會稍微聽一下說 我的麥克風聲音似乎有點變了 對 我的耳機麥克風呢 那隻耳麥呢 壞掉了 所以我用另外一個桌上型的耳麥來錄音 所以說如果說聲音錄得不是很清楚 或是說不好的地方 你們留言跟我講一下 留言跟我講一下 OK 那我們現在回到主題 也就是說 今天我要講的就是所謂的 EA旗下的一個遊戲叫做死亡空間的重置 死亡空間的重置呢 那即將在78分過後呢 它會釋出一個遊戲的實際的畫面給 秀給玩家看 那如果你有仔細看我的頻道就知道說 我是很 我有在玩恐怖遊戲 而且我是很喜歡玩恐怖遊戲 但是話要說回來 我很挑恐怖遊戲在玩 因為錢要花在大火上 所以說 我在我的YouTube頻道裡面來講 我很少上傳恐怖遊戲 因為呢 我會精挑細選 OK 那今天回到主題 EA死亡空間 絕命意識緣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目前 EA旗下的 首部的重置版的遊戲 首部的重置版的遊戲 所以說呢 我相信呢 應該蠻多人會蠻關注這款遊戲的 就是如果你之前有玩過死亡空間 絕命意識緣 現在它要出重置的 我相信呢 就是如果有玩過的 會特別仔細的 會去注意這個遊戲 因為這個遊戲之前我玩過 因為太過恐怖了 太過恐怖了 那時候我們把它當作是 太空版的 Biohazel 在玩 太空版的20古寡 因為當時就是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我沒辦法玩下去 然後有人叫它水電弓 你以為不管它 OK 那我們今天有提到一點 就是說呢 那今天 EA跟EA呢 它把這個遊戲呢 之前的工作是把它搞死了 現在又把那個 現在又好像是心戰前線 這些專門做單機的 拿來做死亡空間 OK 那 沒關係 反正 你做我們就玩嘛 你做我們就玩啦 那 現在因為你們也知道 很多遊戲廠商 都在搞重置這個 這個 idea 不是說不好 好的遊戲 你再給它重置 比如說20古寡2 它能夠重置 這個死亡空間 今天講的死亡空間 它說他們的點子靈感 也是來自於 20古寡2重置大受好評之後 才決定要做死亡空間的重置版 這他們之前的新聞稿 他們有提到這一點過 那我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 開始製作這個死亡空間 這個重置版 如果是從那個時候 開始算的話 那了不起就是兩年的開發時間 想到兩年開發時間 我是覺得 有點怕怕的 大家知道我在怕什麼 2042 OK 那今天 我們在想說 EA之前 當然有屏有距 EA之前 曾經有提到一點 就是說說 他們不會重置 遊戲 這是他們自己說的 那 當然 不是說我在黑EA 有屏有距 你們自己看一下 你們自己看一下 2015年10月15號 EA的營運長 皮特摩爾 表示 EA沒有時間 也沒有興趣去做 重置遊戲 這是他自己講的 那 我念一下給大家聽一下 那 對於遊戲公司而言 重置遊戲通常是可以利用低成本 又回縮不錯利潤的方式 一方面即可 滿足老玩家的心 同時也可以讓老玩家的心面貌 一些著名大眾 通常都會用這樣的方式 常常亮相和大家見面 最常想的 壁鼠 CAPCOM 旗下的 快打軒風 洛克蘭 Biohysel等都出過重置遊戲 但是著名不過 著名的美商議店 似乎並不這麼認為 121運長 皮特摩爾 在接受 IGM專門表示 一間遊戲公司 如果是 初重置的遊戲 感覺就好像 要把員工給趕出公司一樣 因為你已經把點子 都用完了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諷刺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非常的諷刺 你一間旗下 你搞死了多少遊戲公司 你被人家說公司或是殺手 你居然還好意思講這種話 太好笑 非常非常的好笑 OK 那我們現在往下看 皮特摩爾表示 大部分的遊戲長商 都會將利益考量 作為優先 那難道你不是嗎 你美商議店 難道你不是嗎 一直推出 像遊戲重置 這樣編列的方式 他能認同 但他表示 EA是一間 喜歡持續 往前邁進的公司 對我今天 如果我是小編 我會把這個錢 改成money的那個錢 往前邁進的公司 他們沒有時間 把心力 花在 重置的遊戲上 這樣的事情 不會存在的 EA的文化 你可以自己打臉 自己已經在打臉了 即便如此 EA在兩三年 仍然被美國人認為 是最爛的公司 是500倍改變的 認證出了問題 伺服器不穩 平民出疊 第一遊戲跟資料變收費 而且二殺了很多獨立工作事 諸多等事情 也讓玩家對EA的印象產生反感 不論開發新遊戲或者重置 遊戲最重要 莫過於有趣 以及可玩性高 這兩項 後面這個 才是我們想要聽到的 OK 你自己打臉你自己的 你自己已經在打臉你自己的 這2015年 到現在才幾年的時間而已 還是你要跟我們說說 因為時空背景的改變 然後呢 我現在呢 要開始製作重作遊戲 我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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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小小的YouTuber 我雖然 我是噴的EA跟DICE 常常在噴EA跟DICE 我敢說 如果 死亡空間 重置版 如果他做得好的話 我相信 EA之後 他還會重置其他的遊戲 而且 死亡空間 只是一個試隨問而已 我相信 他是個試隨問 明年的1月27號 死亡空間 他會試住 重置版他會試住 那 他的廣告詞 又來了 又是 說 EA採取 採用EA 旗下最新的寒霜 你光這句話 就讓我想到去年的3D2042 你們也是用這種話術 你們那些公關打手 也是用這個 叫做EA2D12 採用最新的寒霜 然後呢 所以我非常的好奇 2042的Destruction 場景爆破方式 出現在死亡空間裡面 這種狹隘的空間裡面 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 我非常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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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個遊戲 我相信我會買 不過 不過我會等 評價到時候看怎樣 之後我再說 因為呢 我有Game 我有EA Pro的會員 即使他到時候 進入EA Pro 我也是不用錢 我就可以玩 如同現在的 Bitefail 2042一樣 所以說 既然你已經進入EA Pro 我何嘗為何不玩呢 而且 EA的 EA的橘子的平台裡面 已經出現了 死亡空間重製版的平台裡面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 OK 那不管怎樣 我必須跟你們講 我很負責跟你們講 這款遊戲我是很期待 沒有錯 但是呢 因為實際畫面 遊戲畫面 跟正式場景 實際畫面 遊戲的實際畫面 場景 美術 藝術 還有一些 諸多的相關的音效 還有 概念圖 設計圖 諸多諸多 有太多的東西 在正式版上市的時候 我相信會有所改變 只是這個改變是好還是壞 我覺得還是要 讓玩家自己去 自己去體驗 因為 站在一個商人的角度來講的話 他沒辦法像玩家一樣 能夠花費這麼多的時間 在體驗一款遊戲 不光是一夜更開始 任何的遊戲都一樣 而玩家呢 會利用大量的時間 去體驗這個遊戲 玩家的體驗的感覺 才是最準確 而不是官方的說子 就是老子說了就算了 你聽不聽在於你的想法 我錢收一收 我就走了 我就下一個 我就是下一步 下一個遊戲繼續做 其他我就是擺爛 我就不管 我相信這樣講 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 滿多遊戲都是這樣子 非常不負責任的 這樣子 影片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那我在69分鐘之後呢 如果我還沒有睡覺的話呢 明天我會稍微看一下那個影片 我滿好奇的是說 這個遊戲呢 實際的體驗呢 會是什麼樣子 我非常非常非常好奇 那因為你是用寒霜引擎嗎 對不對 附在一起 EA現在旗下的遊戲 全部都是寒霜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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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還有這個遊戲的寒霜引擎 那 是用2.40的那顆寒霜引擎 拿來做 死亡空間 看我之前的影片就知道了 這段影片就知道了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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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會不會又出現呢 跟戰力2102 同樣的那種 那種 那種 那種場景呢 那種 那種爆破 那種Bug呢 我相信是有 我相信是有 還有這個 死亡空間是一個純單機的遊戲 那我相信配置應該是不低 OK 那 感謝大家的收看 這個麥克風呢 我用新的麥克風 如果說你覺得聲音太大 或太小聲 跟我反應一下 那因為我的耳麥呢 我的電競耳麥掛掉了 我只能用 我只能用 我只能戴耳機而已 我麥克風 目前沒有作用 我不知道是出了什麼問題 沒關係 這樣子也好 我就不用拿個麥克風在那邊 在那邊 反正這樣子也好 OK 感謝大家的收音 都算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那 1A這個營運長 這個連接方式呢 我會連接在 一樣連接在YouTube下方 不要說我們 沒筆沒證據的 所以說 我們在隨便在 刻意的 抹黑1A跟DICE 我覺得 有幾分證據說 不要亂說說 我這個頻道 專門在 1A跟DICE 沒有 完全沒有 OK 感謝大家的收音鐘讚 記住這個臉 大家記住這個臉 是他自己打臉的 1A自己打臉的 OK 感謝大家的收音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